考各位啦,比如說我今天要取的是剛好甲斑或乙斑 然後甲斑或乙斑的話呢,其實還好剛好沒有丙斑 只有甲跟乙,這比較簡單 所以如果將來我希望把那個甲或乙放到這裡 那當然它有一種狀況就是它可能有也可能沒有 所以第一個邏輯就是說它有沒有這件事情 像這個是沒有 所以沒有的話那這邊就空的 那如果有的話呢,你就幫我把甲放在這邊 OK,如果像這邊,這邊都沒有啦 所以這個乙的話呢,請你幫我把乙放過來 所以呢,我們需要先知道幾件事 那當然你將來遇到問題,怎麼解決的話 需要一個公式,而不是用圖法眼影檔 你不是說你今天用複製貼過來的,用人工不可能吧 如果用人工的話,以後你做不完 像那個資料量,像學校的資料就幾萬筆資料 學人數,那當然你不可能用眼睛慢慢看嘛 不可能,所以這個勢必你需要有一個公式 可以解決這一個問題 如果這個公式產生之後的話 那它自然它就可以把所有東西都可以 比如說這裡第一個啦,我會需要一個欄位名稱好了 欄位名稱,當然我也本來想應該是班旗 不是,班旗名稱用過了 乾脆叫什麼,乾脆叫甲乙班好了 因為這個好像這個,反正取一個欄位名稱 所以這裡的話,也許我給它一個名稱 也許叫什麼 叫甲乙班好了 因為它只可能是甲班或乙班好了 這個名稱 好,那接下來的話,把這個格式換一下 把這個油氣桶刷一下隔壁的,複製格式刷過來 那需要第一個,增加一個甲乙班的欄位好了 OK,第一件事 第二個的話,我需要把這個甲班或乙班的資料搬過來 那當然你會想到用哪一些函數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那首先第一個會遇到狀況就是 它可能有也可能沒有 如果可能有也可能沒有的話 那怎麼辦 你可能要做一個判斷吧 那怎麼判斷呢 就是呢 這個判斷的方法,當然你就是用if 所以這裡第一個我想到的方法就是 如果啦,你可以分幾個階段來看 如果假設我們游標先放在f3這個位置 那當然我可以先插入函數 當然它一定是在最右邊的 所以最右邊的話,那我用文字裡面的right就可以了 right,那幾個字?一個字 確定都會一個字 所以第一個想到你可以用right 這個資料裡面 這個資料裡面 那當然因為我練習的話 我用f3 為什麼f3 因為f2裡面 這個b2圖成的裡面沒有甲班 所以沒有的話沒辦法練習 因為沒有,你一過來一定是沒有 那我把它輸入一個看看 有沒有一個就甲班 可是如果同樣的方式你把它向上填滿的話 你會發現喔 它會得到的就是錯誤的訊息 如果是錯誤訊息 那你說,老師要怎麼辦? 我可不可以直接就向下填滿 如果像之前向下填滿 那完蛋了 有的是假,有的是乙 假跟乙要留 那非假跟乙不要留 那怎麼辦? 所以第二步的話 我們可能就要想到 就是做一個邏輯判斷 判斷什麼呢? 如果它是假或者是乙的話 就留下來 OK 反之的話呢 那就是把它去掉 所以呢 我們這個敘述應該蠻簡單的吧 所以會有個如果 所以假設如果 那你就想要1夫 那1夫的話給它一個邏輯判斷 所以它1夫的話會有三個東西 三個問題 那第一個問題就是判斷 就是什麼判斷呢? 如果是假或者是乙的話 或假或乙的話 那我就給它用right一個字 反之的話呢 那就是把它清掉 所以這個敘述該怎麼做 當然呢 首先我的習慣是 把這個right一樣剪下來 不幫他按等號 然後再做什麼呢? 把它插入一個第二個函數 什麼函數? 就是邏輯嘛 OK 所以剛剛講到邏輯 1夫對不對 然後按確定 那 這個三個問題要問你 第一個問題是 如果什麼條件 如果是假班的話 所以你可以把它 如果是假班 什麼 把剛剛那個right一個字 把它貼上 那如果是假的話 那你這邊加個等號 那你這邊加個等號 如果是兩邊比較 如果是假的話 所以你這邊就是再加一個假 對不對 那我就把那個字留下來 所以這個true一樣是貼的 有沒有 所以剛剛的right貼第一次是在這裡 做邏輯判斷 貼第二次的話呢 表示它是假 那如果不是的話呢 那就幫我把它清掉 清掉的話 怎麼要清楚 保持空的嗎? 沒有 記得加兩個雙以號 兩個雙以號呢 意思就是說 把這個裡面的資料 幫我清空的意思 OK 也就是裡面不會有2 3 4 但是假 可能假有啦 那以就沒有 不過沒關係 我們先完成到這裡 先按確定好了 大概公式就長這樣 按確定 好 那我們可以向上填滿一下 再把它向下填滿 你會發現呢 欸 好像有接近了 可是呢 好像還有一個地方 OK哪裡 椅班應該要留對不對 結果椅班不見了 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的話 一樣 你可能就要回到剛剛的公式 怎麼回到剛剛公式 再點一下if 再按一下前面的這個插入函數 它又跳回來了 這張還蠻OK的 其實以後如果你可以很純熟的 想到什麼 就可以取得什麼資料的話 我跟各位講 你以後的工作就很輕鬆 因為其實說真的 現在很多辦公室裡面 每天都做這些事情 但很多人不會 怎麼辦 他就只能一直投P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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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在砍錯P 每天都在 我看到每天 他們都在砍錯P C 我說你這樣可以混一整天欸 真的 可是問題很麻煩 每天都做同樣的事情 你不累嗎 OK 而且喔 其實效率真的很差 老闆也覺得說 你這樣不OK 你可不可以學一點函數 但很多人就是不會 這奇怪 又很難嘛 是有點難就要學啦 但我覺得也沒太難啦 大概知道一些規則 OK 你就可以很快把問題解決 好 接下來的話有個問題 假班OK 但是 以班怎麼辦 如果呢 你這個Logitex裡面呢 有兩個條件的話 請特別注意喔 你必須 要再加一個 或 或的話有沒有 假或以嘛 或的話呢 請你在前面打一個偶爾 偶爾 然後錢瓜虎 什麼意思呢 如果你有一個以上的條件的話 而且它是其中一個出現就OK的話 那你就貨 記得喔 要加一個後瓜虎 如果有兩個 比如說假 假班 或以班的話 你就把前面加一個偶爾 前瓜虎 然後把這個 假班複製一下 這個公司再複製一下 然後 豆點 豆點的話 表示第二個條件 把它貼上 然後把下面這個改成以就可以了 然後記得喔 因為剛剛有加一個 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那個 偶爾的錢瓜虎對不對 所以後面記得要再補一個後瓜虎 把它結束掉就對了 有沒有 所以喔 剛剛是什麼 偶爾 所以我剛剛是這個是最難的 或啦 偶爾錢瓜虎對不對 然後把這一串東西貼到後面來 然後改個以嘛 記得中間加豆點 這個豆點記得一定要加 然後再加一個後瓜糊 這樣子就完成了 你說老師 那如果還有餅班怎麼辦 餅班一樣 豆點 貼 然後改個餅 然後還要夾以餅 丁有沒有 再貼 丁就有了 也就是說呢 只要有夾或以的話 或餅或丁 反正一樣的道理 那就會幫我輸出那個字 反之的話呢 就不要輸出任何東西 應該可以理解吧 應該不難喔 但是我覺得這非常好用耶 在工作上會的話 兩下就可以下班了 OK 不要下班了 就什麼事都 你就多很多時間出來了 OK 那接下來的話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其實答案應該就OK了 就一樣向上填滿 那一樣向下填滿 那我們看一下 以班也出現了 有沒有 以班出現了 OK 那這樣的話 省多力氣了吧 你就不用自己在那邊 慢慢來過 OK 好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公式 我再把重點回顧一下 第一個我是直接先把游標先放 放在這邊 然後輸入什麼 輸入那個right公式 right一個字 取得假 大家也會取到年級 再來就是再插入一個if 那if的部分的話就是 把剛剛的right貼上 那貼的話就貼這邊 貼這邊 貼這邊 跟雙引號 然後再把上面加一個偶爾 這個偶爾應該是最難的 所以最後公式應該就長這樣 當然你也可以直接 在那邊全部從頭打到尾 OK 也是可以 就是有的人 直接就在這邊從頭打到尾 但是我不推薦 為什麼 因為很容易做錯 因為如果我 我還是喜歡用那個視窗 有沒有 直接這邊K一K 然後看一看 基本上不會錯 但是叫你從頭打到尾 不出現錯誤 那算你厲害了 對不對 OK 但是像eSale有這個視窗 可是像其他的視窗表 就不見得有這個視窗 像Google視窗表 就沒這個視窗 如果你用Google視窗表 跟eSale有最大的差別 就是你要自己在上面 從頭打到尾 OK 我是習慣OK 但如果你假設功力不夠的話 我覺得你Google視窗表 應該會覺得很難用 OK 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